如果遇到像这样只有一张图片和一段文字的内容,如何才能快速制作出像这样的高级感PPT封面呢? 点个关注,我将花一分钟时间彻底教会你。 首先,我们需要新建一页幻灯片,将图片复制过来,然后调整图片,让图片覆盖整个页面。 使用SLIDE插件设计工具中的一键彩切,将超出页面的图片部分切除掉。 复制一页图片,剪切其中一张,将其设置为幻灯片背景。 选中另外一张图片,打开图片格式选项,在图片艺术效果选项中选择虚化效果。 将虚化数值由10%调整到70%,将虚化后的图片覆盖到原背景图片。 打开形状选项插入六边形,复制六边形重叠组合,制作出创意图形效果。 选中所有图形,选择SLIDE插件设计工具中的结合,将图形结合为一个整体,调整图形到合适的位置。 先选中底层图片,再选中上层图形,使用SLIDE插件设计工具中的剪除,制作出镂空图片的样式。 打开图片格式选项,为图片添加白色边框线条。 选中镂空图片,点击图片格式,在顶部的颜色选项中,选择饱和度为30%的图片效果。 最后,将之前的标题文字在页面中重新设计排版。 这样,我们就完成了对整页PPT的设计。 怎么样,你学会了吗?